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我們一向都希望可以醫食同源 教育我們的聽眾 可以怎樣來保持健康 相信在早年注重健康飲食 人們都很認識到一種原材料的飲品 叫蘋果醋 蘋果醋 但原來蘋果醋的用途很廣泛 或者在臨床上也應用得很多 袁醫生可否幫我們聽眾 詳細介紹一下蘋果醋的用途 好了,蘋果醋 首先大家都知道 是由一種發酵過的蘋果汁 Apple Cider 是發酵出來的 通常在市面買得到的 通常應該是沒有過濾的 所以看下去 顏色是有少少黃黃啡啡色的 最簡單的就是蘋果醋 經常蘋果醋 這一種的蘋果醋 通常是一些未經精煉過的 水素 未經攪過精煉過的蘋果醋 蘋果醋裏面做到的 有時候你看到 有些啡啡 好像蜘蛛網的物質浮油在那裡 其實那些是甚麼造成的呢 通常這些是活性的酵素 和有益的益菌造出的 所以你看到這些 不要當它是髒的東西 不要當它是壞了 其實這些正是好的東西 在營養方面 我們先了解一下 蘋果醋的含有甚麼呢 含有甲 有胡蘿蔔素 有生物類黃酮 還有果膠 是酵素 我知道果膠是幫助我們 調理我們的血壓 和減低我們身體壞的膽固醇 雖然我再強調 是膽固醇不是一個問題 很壞都沒有甚麼大的關係 總之膽固醇其實越高越好 好了 甲是一種很重要的 那個油膩 那個電磊子 是幫助我們 是調理我們的身體應用的鈉 就是鈉甲的調理 對我們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蘋果醋也含有鈣 尾 輪 綠 鈉 鈉 硫 硫 硫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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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他命C 維他命E 維他命A 維他命B1 B2 B6 B6 還有就是剛才所說的 胡蜡白素 胡蜡白素是所謂 會做的那個維他命A 還有呢 維他命P P就是可以這樣說 是C集的樣子 蘋果酸和醋酸 會供應很多抗細菌的物質 幫助減低我們身體消化的澱粉質 就是會拖慢它 所以為什麼它有減肥的作用 OK 好了 蘋果醋 基本上它的功能 在哪裡呢 通常它是可以幫助消化 幫助吸收 以及幫助排泄 新陳代謝之後的排泄 要清除 它也會綜合身體毒的物質 有防腐的作用 防菌的作用 還有是淨化血液 還有是消毒劑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功能是很廣泛的 在效能上 也可以對身體健康上 好了 我們先看看整個歷史方面 蘋果醋 通常是用一些磨碎的蘋果裡面 在法文 這個醋這個字 代表酸的酒 其實它的發酵過程 它是先要變成 由些菌 將這些糖菌 經過的發酵 糖就慢慢變成酒精 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酒精再發酵過去 就變成醋 所以有時候就酸酒 其實它的發酵過程 有些酒味還很強 就是味道完全發酵 醋酸也已經成立了 所以很多時候 喝一喝這些蘋果醋 有時候 酒精的成分還有在 其實醋 是很多種食物都可以做出來的 很多水果 蔬菜 還有很多菊類 都可以製造這些酸 很多的醋 中藍的醋 都是用這些不同的物質 製造出來的 自從在古聖經上 其實很多種的感染 都可以用醋去醫治的 希波格拉大醫學之父 形容它是一種防腐劑 而希列羅馬 那段時間 人們就當作一種飲品去飲 葛倫布 即是發現新大陸的 航外家 他在他的航程中 通常都攜帶了一些醋 蘇馬利亞那些人 喝酒 當作一種強身的補酒 在巴比郎的食堂 和羅馬 Juli Caesar 那些軍隊都應用 當作一種強身的飲品 在美國的革命大革命 和內戰裏面 醋都當作一種防腐劑 和消毒肉 那時候未必只用酒精 用蘋果醋 當作消毒 當然蘋果醋可以殺滾 但是同時也會營養身體 就是你喝下去 將那些不好的菌殺了 但就不會將那些好菌 都弄走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 你可以看到 過去的應用 都是很多方面 在我們的坊間 即是民間的應用裡面 用在外 和內外都有很多 那如果你當作一種補品 一種強身的飲品 起碼它會減低你的營養不足問題 因為像陳姨所說 營養方面的價值很高 那就是一般現在的 所謂西方的飲食方面 其實營養已經損害了很多 因為那些精煉過程 在食物製作過程 是營養大大損耗的 所以起碼蘋果醋 可以幫你補充這類的營養 其實很多很多的研究 已經做過很多 在蘋果醋的治療功效 其實大家要了解 很多人經常都有一種錯覺 經常以為我們治療方面 很多工具 食療方面的工具 其實沒有科學根據 其實完全是錯的 其實是在研究方面 很多很多的 是說是數千宗過萬宗的 是每一種的健康產品 因為這是普及的 很多人都可以做這類的研究 所以就沒有一種錯覺 以為這是道德圖書 是坊間的流傳融化 其實不是的 背後有很多很多的科研 其實這方面 最重要的 研究方面 有很多是關於肥半症 肢肥 或者體重過高那種的問題 就是減肥和關節的問題 好了 除了很多這些 所謂治療方面的功效 醫療方面的功效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可以當食物製作一種 沙律醬 製作一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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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當食物製作一種 製作一種調味品 煮食那方面的調味品 那當然 我們的研究 真正的研究 發現 蘋果草是幫助我們的消化 減低我們壞的膽固醇 加強我們心臟的力量 降血壓 穩定我們的血糖 還有它有很多的抗氧化 即是可以幫助處理很多的癌症 那因為那個醋 在發酵過程 很多的糖分 首先已經沒有了 是 所以通常可以說是無糖的飲品 是 亦都是沒有那個胚 那個glutin 灰蜜 灰蜜 灰蜜的成分 還有很多其他所謂的碳水化合物都沒有了 那我經常都很強調 減肥的最重要的過程 就是要不要用糖 是 沒有沒有糖 還有沒有碳水化合物 是 所以你看一下 那個蘋果醋 本身就已經是無糖 是沒有碳水化合物的成分 OK 那還有呢 那個蘋果醋 是可以一種叫做 是一種排毒 身體的不同的器官可以排毒 加上我們的血液的排毒 那叫做淨化血液的工具 那可以化解我們的身體的脂肪 那些黏液 還有很多的瘡 很多的痰 那些痰 這類的東西在身體聚集 所以它可以增進我們的不同身體器官的健康 譬如我們的腎 那個膽 那個膀 那個膀 那個肝 是可以 還有可以減低我們的身體的血 是酸化的 那這個又挺特別的 就是它一般人來說 蘋果醋 蘋果醋 就是在說醋都是酸的 但是相反地來講 它就可以簡化了我們的血液 沒錯 我們在說的是新藤代謝之後 是 有些人看到檸檬是酸的 但是檸檬那個在生物上 在生理上是一種簡化的 簡化我們簡性的食物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那些人 就在吃飯之前 喝杯檸檬 就是喝杯那個醋 就會預防 可以 就不會有肚瀉的問題 也都不會那個腸胃不適 是 可能 即使吃錯的東西都好 可能同台的朋友 就個個就肚瀉有性 但是喝過蘋果醋的人 是飯前喝杯 很多時候 就預防這些 土舍、食物中毒 這方面的問題 哇 剛才聽到了 袁醫生初步介紹了那個蘋果醋 都這麼厲害 講明了 這個是自然療法與你 講求健康的問題 袁醫生 我們的聽眾都很希望 想了解多些 這個蘋果醋 在臨床上 在醫學上 是可以怎樣處理到那些問題 你可不可以詳細些 幫我們的聽眾 去解釋一下 介紹一下 其實在我們的資料庫裏面很多 我也知道 過去市面上 很多這方面的中文書 很多都是翻譯的 日本人寫了書來之後 其實在台灣翻譯了很多 但這類的書 最近都少了 但其實這個資訊 是一向都有 記住 背後有很多科研的研究 不是一個就這樣 講經驗談 那麼簡單 但經驗也很重要 首先我們講講 我們所有的問題 是一種繁酸 acid reflux 有些人 經常覺得是胃酸反胃 或者火燒心 這是常有的問題 當然人們想著 哇 胃酸過多 他們不會想到 可以喝什麼 可以喝醋酸 可以喝蘋果酸 既然都胃酸多 其實很多的過去 歷史上 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這個就是說 那些人 喝蘋果醋 可以舒緩火燒心 可以怎樣做 簡單來講 就用兩三茶匙的蘋果醋 混在百盎司的水 在飯前喝 其實它的重心就是 它幫助你消化 幫助你消化 因為很多的所謂 飯酸或者火燒心 或者好像胃酸倒流 胃酸倒流 就是因為你的 不是說你酸太多 只不過你的消化能力弱 所以食物在胃裡 沒有消化而發酵 發酵當然會產生氣體 那些氣體 於是 將你的胃裡的胃酸 湧上食度 食度的保護膜 是沒有胃的保護膜那麼厚的 所以這些正常的胃酸 進了不正常的地方 即是進了食度 令食度有種刺激 那就產生這些所謂的火燒心 很簡單 飯前喝一杯兩三茶匙 混一杯百盎司水 這樣就可以幫助這些問題 好 接著就講那個暗瘡 OK 亦都一樣 可以製造一杯 一個應用的方法 用兩湯匙的蘋果醋 放入一杯百盎司的水 用棉球 用來應用 即是塗在暗瘡方面 這是外用的 是外用的 是的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減低感染 因為它是一種消毒劑 防滅劑消毒劑 所以要減低細菌的感染 以及慢慢的發炎 乾掉之後的發炎 這種的也可以用 是一種我們叫做洗臉的 Tuner 即是清潔劑 收水 收緊水 收麵水 收緊水 這種情況真的很簡單 即是把陳先生所做的蘋果醋加水 撥在臉上 在臉上 在臉上 慢慢的磨擦 接著就用一個暖的毛巾 敷在臉上 每天做幾次 大家明白嗎 即是做了這個日子 敷在整個臉上 用一個熱毛巾敷在臉上 每天做幾次 暗瘡最重要的是 在清潔方面 即是令到它不要 譬如有時候暗瘡濃 即是影響到其他的部分 針對性 用一個很簡單的蘋果醋 用來做洗臉 即是起碼把臉部的所謂的裙子 油脂勾出來的裙子 就可以清洗和消除它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叫做老人斑 身體有時候有些深色的地方 有些所謂的膚色變黑的 其實通常都是老人斑 我們怎樣用呢 我們製造一個容液 用兩茶匙的蘋果醋 加入一茶匙的醋 即是炸的醋 洋蔥汁 洋蔥汁 加進去 然後就是 塗在那個黑點那裏 即是老人斑那裏 這個就是屬於美白的療程 可以是一種護膚的工具 有些人都年紀大多 時不時都有一些老人斑 那怎樣處理它呢 當然有些人會用很皇貴的激光 對 其實想到這件事是兩個星期左右 你會看到效果的 OK 簡單來說就是蘋果醋 混合洋蔥汁 2比1的分量 2比1 2個茶匙 1個茶匙 這樣就塗在那個黑斑那裏 那些地方 OK 接著呢 就是融在那個所謂敏感 OK 我曾經也說了 蘋果醋呢 是幫我們身體化解那些瘋 黏膜 身體周圍的 還有可以清洗我們的淋巴結 那這個嚴格發現呢 蘋果醋呢 是可以幫助這方面的敏感 因為呢 它可以幫我們消除這些過份的黏膜 還有我們鼻鬥 即是塞的鼻鬥 做懂塞的鼻鬥 沖血的鼻鬥 那當然這個會減低那個敏感的 的問題 那同時呢 亦都可以呢 是幫我們呢 是防止我們的鼻鬥發炎 嗯 還有它過去症 因為為什麼 它有一種 消炎 消炎殺菌的嘛 也都可以清洗化解這些 那這個所謂的鼻鬥的發炎啊 鼻敏感啊 失曬這些這樣 嗯 好了 我曾經所說呢 就是我們那個酸鹼的問題 是 原來呢 蘋果醋呢 是會幫我們 鹼化的平衡 酸鹼我們的平衡 我們的身體的 OK 那 我們身體呢 經常呢 都是企圖呢 維持一個酸鹼的平衡的 嗯 那蘋果醋呢 是幫助我們身體呢 是 維持一個 所謂微微鹼的健康的水平的 嗯 嗯 那 在一個 如果當我們身體下 我們的酸鹼是過酸的時候呢 身體會出現呢 就是會疲累了 嗯 還有呢 就很容易呢 身體呢 就會受到感染的 是 所以我們很強調呢 就是 酸鹼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那吃多些糖分的人呢 就會有酸的體質 是 那麼容易呢 是出現感染的問題 嗯 好了 接著呢 就是關節鹽 相信很多人都有的 那 通常呢 是處理關節鹽呢 我們就用一種外敷的方法 用一些布呢 材料呢 是滲了半杯蘋果醋 再呢 四分之一杯的橄欖油 啊 那 或者呢 就這樣用那個蘋果醋 就是一兩湯羹 放半杯水呢 那就是 就是用一個敷的方法呢 敷在我們的環處 OK 那 或者就這樣喝都可以 嗯 就這樣喝都可以了 就是如果外敷呢 譬如剛剛有一些很酸軟啊 那些關節啊 那些出現的情況呢 是的 就可以用半杯的蘋果醋 加四分一杯的橄欖油呢 來做一個外敷的作用 那當然啦 平時的 就像剛才這樣說 就是用 可以內服 可以每餐前的時候 這樣飲用的時候呢 也都可以 就是舒緩到那個關節炎那個問題 是嗎 那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酵喘 OK 大家都大家我以前都和大家分享過的 一般的酵喘的處理呢 就是喝三杯滾水 是的 對 拿葉無根敷 那但是呢 也都有一些人就發現呢 輕微一點的酵喘呢 直接可以用這個喝這個蘋果醋 OK 或者呢 將那個蘋果醋呢 就是整濕一點毛巾呢 就敷在我們那個手腕的內部 那就是很多要胃的地方 也都可以用這個簡單的方法 好了 跟著呢就是香港腳 我們所謂的athlet food 運動員很多時候呢 就有這些這樣的摩菌的感染 很多時候其實很難脫掉的 為什麼整個香港腳 經常這麼多廣告 講香港腳 就是很明顯這個很普遍的問題 那也都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就是脫不了的 OK 那當然呢 其中一個很好的工具呢 就是呢 是浸那個蘋果醋 那一天浸它兩次 用它一半一半 就是一半蘋果醋 一半溝水 那也都可以呢 只是用一些蘋果醋呢 就這樣塗在那個環處都可以的 OK 就是嚴重一點的時候 就直接用蘋果醋呢 就是早晚啊 或者睡覺之前 就直接塗在那個環處 是呀 就是塗幾次都可以 是呀 要不是就是一半一半的份量 來浸 一個浸 那另外一種就是塗 我相信呢 塗就比較經濟一點的 就是一半一半浸 就是要浸個背 是 你要浸腳那一下 就是浸很多水 浸很多蘋果醋 是 那最簡單呢 直接呢 就用蘋果醋呢 塗在那個香港腳的位置 那一天塗多幾次啦 好 那初頭啊 賢醫生已經幫你介紹了 一系列的臨床上面的應用 那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治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蘋果醋的用途 蘋果醋的用途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呀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呢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呢 其實現在市面上呢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呢 那麼在我們的健康店呢 已經這裡這裡呢 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呢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蘋果醋的用途 那袁醫生上一節呢 你又幫我們介紹了很多那個臨床上面 那麻煩你繼續再幫我們呢 看一下這個應用上面 可以怎樣幫到那些聽眾呢 改善他的健康呢 那還有一個用途的地方就是那個口氣 很多人經常覺得自己有口氣 怎樣處理呢 那當然呢 口氣有很多因素 那但是很多時候呢 都是口腔的 有些菌啊 或者牙周的問題啊 那當然呢 如果是嚴重一些 可能鼻瘤啊 或者那個肺那方面有潰瘍 那當然呢 如果是那個情況的問題呢 有很多其他的症狀 一般來說呢 你都可以這麼說呢 是口腔的 骯髒東西太多 菌太多 或者有消化不良 對啦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來的 那很簡單呢 我們怎樣用呢 就用半湯匙的蘋果醋 放一杯水那裡 就用來浪口 OK 浪浪浪浪浪浪到那杯水 那杯醋浪完為止 那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 掃口水的應用 用來消除口氣了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血壓啦 相信大家都知道 高血壓是個很普遍的問題來的 那很多人呢 就要吃藥 又要吃一輩子 那始終的藥都是有 呃 就是呃 就是呃 就是沒有油吃藥之後可以停的 是 因為它根本都沒有醫好那個 那個真正的血壓 就是按了它而已 那但是 可惜的狀況的問題呢 就是它有很多副作用 就是不是就是 按的那麼簡單 不是控制那麼簡單 那你要應付那個 將來那個 那個高血壓的副作用呢 會傷你的肝 傷你的腎呢 那其實呢 最後呢 就是問題越來越差的了 好啦 簡單一點的用蘋果醋呢 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用一湯匙的蘋果醋 加一湯匙的蜜糖 扔一杯水 那一天喝兩次 那就是說 就是有些人覺得蘋果醋太酸 那就是做甜一點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也都有人覺得 哎呀我可能有糖尿的 那不適宜於用那個蜜糖 那用什麼 用很多些天然的代糖啦 那就是蘋果醋呢 那就是蘋果醋呢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開始用羅漢果啦 那跟大家都介紹過啦 羅漢果呢 其實呢 是對那個糖尿的問題呢 也都本身也有幫助的 嗯 那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呢 就是將那些 蘋果醋呢 就稍微呢 是做甜一點 但是其實不需要的 你就這樣喝都可以了 嗯 就是喝水喝都可以了 喝都可以了 那因為蘋果醋裡面呢 甲是很高的 那甲呢 是可以將我們身體的蜜呢 是將它呢 是就是 就是 控制得好一點 那大家知道了 很多時候我們 那些血壓的 不要吃那麼多鹽啊 沒有咸的東西啊 那有時候呢 是那個綠化蜜來的嘛 那蜜呢 是一個會影響我們血壓的 那我們用甲的方法呢 就控制了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呢 是進行呢 平衡我們的身體那個血壓啦 那蘋果醋呢 還有本身呢 也都含有尾啦 我跟大家說啦 是尾啦 那尾呢 是可以幫我們 放鬆我們的血管壁 啊 那從而呢 是就減低我們的血壓啦 嗯 好了 那麼 那剛剛我們說的是有口氣啦 那但是有時候呢 有些人有體味的 嗯 是 就是體味的那些汗味有好 好自然之類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用很多這些那些 那些所謂那些 那些除臭劑啊 是的 那但是我們有一個天然的 天然的除臭劑 因為呢 因為呢 很多時候看鼻呢 都是我們身體的那些 皮膚裏面那些 那些細菌的引發的 那如果我們能夠用這個 天然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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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除臭的蘋果醋 那可以減低這些這樣的細菌 啊 那還有呢 那也都好時候呢 那些人因為有膠底的嘛 是吧 那我們可以呢 就膠底呢 就用一些 就是沖淡過的醋 那的醋 那的毛巾呢 就是不斷地來清洗一下它 OK 那如果我們是腳氣重呢 那再減低呢 就是浸一下腳咯 是吧 用蘋果醋來浸一下 簡單單單呢 就用一半杯蘋果醋 來減一杯的暖水浸腳 那就是基本上呢 哪裏需要呢 就溶在哪裏 溶在膠底油可以 溶在腳油也可以 好了 骨了 那蘋果醋怎麼幫助骨呢 那蘋果醋呢 是有很多的礦物炎 同程已經講過了 那也都可以呢 當然可以 來到我們維持 我們骨的體積啦 也都減得 從而是預防骨質疏鬆的 那最主要的礦物鹽呢 會當然包括 鰻 Manganese 鰻 鱗 鈣 還有植 Silica OK 那簡單來說呢 都是當蘋果醋喝咯 那就是用兩三茶匙 等一半杯水 那就當飲品 那就是一種礦物鹽的飲品 是的 好了 還有就是那個乳霜 OK 有時身體不小心 撞乳了 那我們可以用一茶匙的鹽 再加半杯暖的蘋果醋 然後呢 就是用在那些受傷發乳的地方 就是可以用敷 就是用一些沙布啊 浸深一些東西 就是做一個暖敷的形式 就是去乳的部分 是的 那就是先用一些加一點鹽 有時候是小雙的 是蘋果醋的 那是怎樣用呢? 都是塗在環柱 減低,不如烧箱塗少少下去 當然可以溝稀一點 如果直接塗,可能會溝稀一點 好了,接著是癌症 大部分人一聽到癌,就已經沒有病 藍色變 我們知道蘋果醋 是含有很多對付不同癌的物質 湯圓包括胡蘿蔔酥 胡蘿蔔酥是一個很強的抗氧化 也有一種植物的化學物質 譬如它也有不同的 flavonol,濾黃酮這類的物質 polyphenol,這些都是一種多份類的 這些polyphenol,都是一種可預防癌的形成 很多時候,它們有果膠 果膠是一種水溶性的纖維 也可以捉住這些癌,會黏在癌上 從而將它們排走 很多人用果膠,像pactin 我們除了蘋果果膠 也有另一種,是一種橙的果膠 發現效果更加好 果膠是一種很好的工具 所以,通時當然要喝蘋果醋 簡單來說,兩、三茶匙 即是百盎司,百盎司 來當作一種飲品 所以在癌症方面都可以這樣應用 好了,接著就是蝶豬群 很多人因為是避孕丸 很多時候因為它用抗生素 抗生素很多時候不是醫生開方給你的 是我們動物的治療 雞、牛隻 很多人要用動物的抗生素來養大 很多羊都是 我記得在新疆,我看到他們買羊的地方 有很多針筒 很明顯,它都會注射很多不良的抗生素 因為這些抗生素和過去的避孕丸 這類的東西和藥物 是令到我們身體的抑菌的平衡 就是搞亂了它 所以,那個臉豬群 其實不是說臉豬群有沒有 個人都有的 但問題是,它是有沒有平不平衡的 因為我經常遇過有些人說 去某些地方 它是用一種肌肉的測試 就說它有臉豬群 其實它沒有任何症狀 我的問題是,其實臉豬群個人都有的 只不過它有沒有平不平衡 失去平衡才出現問題 所以可以簡單來說 譬如你說我陰道有臉豬群的症狀 一種應用方法 就是用蘋果醋來清洗那個陰道 用方法也是兩湯匙的蘋果醋 就是一品缺的暖水 一個quad 就是二瓶的 一個quad 也有十六盎司 也有很多 來收微酸的 沖洗陰道 外面有很多時候買到陰道清洗器 沖洗一下 沖洗一下 這個也幫助我們對付臉豬群的問題 好 還有一件事 很多人有些皮膚出現那些蜂窩組織 蜂窩組織 那些蜂窩組織 那些蜂窩組織 一般的蜂窩組織 那些蜂窩組織 這些都是可以用的蘋果醋 可以用在減低蜂窩組織的 當然一種是茶化 第二種就簡單 其實飲用也可以 因為它幫你排除脂肪的 所以它也可以減肥了 好 接下來就是講那個雙窩 很多人經常都會有的 通常如果你發現自己雙窩一想發的時候 即剛開始 立即用一茶匙的蘋果醋 加進半杯水那裡 來飲用 當身體變得簡化的時候 在課程裡面 這個就會令到我們身體 重新平衡身體的酸問題 如果你有一個 尤其是你的雙窩不僅是鼻肝 在肺空口的時候 一個很久的歷史 都是用的 就是用那個醋 加一張紙漿 可以滲 那些廚房用的那些紙 可以滲到的 可以吸收的 以前那些粗的草紙都是這樣 是 是 即是一種很粗造的紙 滲了蘋果醋 再用一些黑胡椒粉 然後有胡椒粉那一面 就貼在胸糖那裡 接著就拿一塊毛巾 來敷它 20分鐘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做到什麼的作用呢 是令到你的胸糖的血液循環加速 是 OK 那麼加速之後的溫度會提升 是吧 從而呢 對付我們那個 就是那些 我叫做Chesco 英文Chesco 就是說 去到那個已經影響我們的肺了 當然很多時候那些人都會覺得 哇 肢氣管炎很大事 其實可以嘗試一下 用這個很簡單的方法 都可以處理得到的 好了 接著就說到便秘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便秘 因為我們食物裡面的纖維素不夠 所以減低了我們的身體 還有我們的身體的消化 那個消化的液不夠 酵素不夠 因為水質的水質很大 這些通常都會出現這類的問題 因此呢 就出現了那個所謂便秘 當然呢 吃多一些水果 水果 蔬菜呢 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還有一樣東西呢 就是用那個飲用的這個蘋果醋 有請所說 兩三茶匙 例如8盎司水 這個也可以是一種 家庭的對付便秘的工具 接著就說回那個 膽護唇 始終很多人 還是對膽護唇很緊張 很顧忌 在我們病人裡面 差不多大部份的 所謂年紀稍為大些的人 通常都在吃鋼膽護唇藥 跟大家再說一次 再說幾次 這個膽護唇是不用擔心的 最近的資料呢 美國呢 FDA 上年 四月份已經承認了 膽護唇不是一個問題 好了 如果我們都要去幫幫助 是有什麼工具呢 我知道呢 是有些叫做果膠 果膠是水溶性的纖維 OK 在我們蘋果醋裡面有的 那些果膠可以幫我們吸收脂肪 也會吸收膽固唇的 從而把它從內排出去的 那也有些 蘋果醋裡面也有些安基酸 也都會中和這些不好的 氧化了的低濃度的膽固唇的 那最近你研究 真正研究發現呢 如果經常服用蘋果醋呢 即是3個茶匙 15個CC 或者每日 起碼15個CC 是可以很明顯地 是減輕我們那個身體 那個血裡面的膽固唇的 那也都可以 要加強這個蘋果醋的飲品的功效 那還有呢 也都可以 就是當然熟足同時 應該在食物纖維果方面 熟多一些 即是多一些蔬菜呀水果 就很明顯呢 再減低一些所謂飽和性的脂肪 會可以幫助這方面的膽固唇的問題 那還有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雞眼 或者起枕啊 那樣 如果這些情況之下 有時候很痛 那些枕呢 平時沒事 但一出了枕 那枕就會引住那隻腳 所以有時候呢 有些人會去批掉它 但是除了拿去 护腳那個地方 去把那些 那些 那些雞眼 批掉它 還有一種東西呢 就可以用 用蘋果醋來浸 然後 拌一拌蘋果醋 即是一盆水那裏 那裏 浸一隻腳 暖水浸 浸它半個小時 這樣 跟著呢 也有些人呢 磨走些皮 其實很多工具 大家都會明白的了 通常呢 是浸軟了之後 再磨走它 再加 再用一些唇的蘋果醋 再拿個沙布呢 就來扣住它 OK 那 這件事可以重複做的 是 之後可以做 晚上可以做 那這個也是一種 簡單的方法 我相信用這樣的方法 安全過走去 去磨 就是找人可以批 始終都是很 有個傷口 在那裏 那當然了 如果你去那些 就是一般好的師傅 都做到 但我覺得始終呢 他的批 只不過是把眼皮批掉 但浸蘋果醋 你就不只是把那個 你都要磨走它 但最重要呢 是製造一個健康的環境 不會那麼多菌滋身 令到你那個皮 是比較柔軟一點 是 就不會再 很快又起枕 這樣 好了 咳 OK 簡單來說 你一咳 咳很麻煩的 是 有些人呢 呼吸系統這樣之後 咳咳咳咳幾個月的 好多人就是 有些人一到冬天 一吹震風又咳咳咳咳咳 有些人真的很困擾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呢 當然一開始就開始要用 用一茶匙的蘋果醋 加入些蘋果醋 吧 Mask 墨醋液滋潤的喉嚨 也可以看到看到 kiss 一些虎咳咳也會要咳嗦 都是 waarom 兩杯水 袁医生有一连串帮我们介绍了解释了在临床上一系列的症状 可以很简单地用苹果醋 无论是内服或者外用都可以处理得很好身体健康的问题 这一节的时间也差不多 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苹果醋的用途 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欢迎回来第三节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今天的题目就是苹果醋的用途 苹先生在上两节你都帮我们介绍了很多一般日常 我们可能都遇到那些的问题症状 苹果醋在用途上面都很广泛地用到 无论是内服外用很简单的 那麻烦你再来帮我们再介绍一下在临床上再又可以处理什么其他的症状 很多人都会常常发现抽筋 有些人尤其是睡觉很寂寞的 睡觉就是一个动作不小心抽起来 痛到一定要下床摘一下它 通常抽筋是因为是钙和尾的不平衡 或者不够维他命E这些都会的 要预防这些抽筋很简单 就是喝这个汤匙 醋醋 也都是两三茶匙 入保汉水 有时候你喜欢就加点甜 用罗汉果也可以 用蜜糖也可以 好 接着就是头发 头皮 我记得逢亲去洗身头 他永远都会问你有没有痕 我通常说没有痕 原来很多人都有头皮痕的问题 很简单 用苹果醋就塗在头皮上 就像胡发素那样 捉在发尾根上 你可以等它停留大概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才清洗它 记得 这个当常是在我们要洗澡之前 是不是 倒些下去 自己捉在头皮上 等它半个小时才再洗头 当然这个苹果醋可以帮你消灭的细菌 还有那些蜂菌 因为这些多数是导致我们头皮痕的原因 这些是比较说的 这些是很严重的 出现那些头皮的问题 因为外面坊间很多时候 这些都用不同的 很多化学西的洗澡水来处理 没错了 所以这个纯天然的工具是最好的 好了 还有呢 接着来说就是情绪 大家知道 现在很多人是有情绪低落 当然是有些人认为有压力 环境压力、生活压力 但其他很多时候 都是内部的酸酱不平衡 营养的不平衡 出现这些情绪的问题 所以我们医疗很多 所谓情绪低落的症状 我们都很着重于整体的营养状态 整体的生疼代謝 内分别的状态 跟着呢 我先针对性用同一个疗剂 就不是只用一个疗剂 两个疗剂 其实很着重于整体的 好了 原来在情绪方面 我们都可以用苹果醋 在这方面 因为中医的理论 情绪低落 可能属于是否好像那些肝屈 所以叫肝屈 如果你用这一套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苹果醋可以帮助 苹果醋跟情绪有什么关系呢 情绪纯不是真的情绪 是身体上的 心理上的有些问题 中医上是肝屈的 器官各方面的问题 那就可以用酸性的 因为苹果醋可以排毒 排干毒 清洗干毒 整体来说 亦都可以做 所谓叫做排毒排毒 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 那些地方 超过不同程度的排毒 这个很明显 可以做一种整体的排毒 它也都会推进 我们的心血管的运作 也都帮助我们 是那个和肝的排毒 糖尿方面 这种的食物 苹果醋一直做 在糖尿方面有很多很多研究 原来发现 苹果醋可以减低我们的糖的 血糖的水平 那我们也是饮用 好像饮用方法 就像昨天所说的方法 2、3汤茶匙 加8盎司水 一杯水 就是这样 因为它的苹果醋 本身有很多 苹果的纤维 果胶 对我们的血糖 也是有控制的作用 而且 酸苹果醋 和酵素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 更加好 营养吸收更加好 很多时候 当尿病的病人 就有这个问题 它的吸收方面 都是营养有障碍 是 接着就是 尿病的 尿病的尿病 尿病的尿病 通常也是这样 一半一半 苹果醋 混合水 可以浸泡 用一种lotion 塗在清肝酱上 换成片之后 就塗在屁股上 好了 土舌 我们知道 苹果醋有一种果胶 可以帮我们吸收水分 在小肠里吸收水分 还有果胶 就令到我们的大便 是更加多质量 还有 我们肠里面的那些细菌 是可以将果胶 变成一种保护性的黏膜 令到我们发炎的肠 或者受刺的肠壁 是受到保护作用的 融化很简单 也是这样 2、3茶匙 加8公斤水 可以饮用的 当然在肚舌的时候 当然会失水 所以同时都要喝喝水 有时就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消化方面最简单 由头到尾都是说 做一种平时就是 帮助饭前喝一杯 2、3茶匙 8公斤水 会推动增强胃液 和消化酵素 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消化酵素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我们胃酸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会导致很多消化的问题 所以年纪大的人 有时就觉得消化不太多 消化不太多 所以一些难消化的食物 经常是说吃不了 我最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日本冠冠果的安排 所以去的全部都是很高级的 五星级、六星级的地方 我们发现早餐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醋 很多不同的醋 大家看看 我今次的节目 都是讲健康的饮食 当然我们会知道 日本身为一个国家 是最长寿的 很多疑然的了 香港最近最上 但香港始终是一个小地方 但日本是一个整个很大国 很明显的 他们饮食习惯很重要的了 我和以前的节目 上次也提过几次 其中今次我看到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醋 很多不同的醋 给你喝的 好了 耳朵的问题 有时耳朵发炎 或者耳朵痛 要清洗耳 当然 可以去浴缸买一些 清洗耳的耳朵 有一种 将那些液体 让它自己流出来 就像一个针筒 这样形式的 这样就可以 放进去 里面 放在一分钟 然后自己让它流出来 当然 用的分量 会浓一点 一半一半 就是一半苹果醋 一半水 这样 加进去 或者稀少少 三分之一的苹果醋 三分之一的水 再加三分之一的 所谓有酒精的成分 我觉得简单不用了 就这样用苹果醋 有时候用酒精 都是刺激的 是 好了 濕疹 哇 濕疹 很多时候 我都用苹果醋 来敷下去 就是 混淡它 来混淡它 其实它的分量 可以自己混淡 就是看哪些 如果太浓 可能会有刺激 尤其是 已经破了 在皮肤已经破了 可能会不舒服 如果这样敷下去 它都可以去到止痕 还有有时 因为濕疹的时候 有一类濕疹的患者 皮肤是很干的 超干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 滋润着它 都可以减轻症状 好了 接着还有什么应用呢 在皮类方面 很多时候 知道运动 运动后 很多乳酸 在我们血液里面 聚集起来 原来苹果醋里面 有些氨基酸 是帮助我们 去消除这些 过分的乳酸 在血液里面的 过分乳酸 还有那个甲 我们的苹果醋 甲和酵素 可以帮助我们 消除疲劳 有时的人 为什么 吃饭的时候 喝喝 因为很多人 在饭后 就会睡觉 对不对 就帮助你消化 但平时 就这样喝一杯 一杯都可以 好了 放屁多 是 但很明显 放屁多 消化不好 有些人说 吃多豆 就会特别多 因为豆一般 是难消化少少 这样 主要都是因为 我们消化得不完整 这样 那我们可以处理 如何处理呢 那当然 一种做法 就是将豆 用苹果醋浸一下 先煮 OK 一般都是建议 用水浸一下 但可以加些苹果醋 可以加些苹果醋 等它可以 常常都说 豆里面有一些 那些 那些 你浸一下 就等它释放出来 煮食的时候 也会少 那些气 更加好 是的 排气的效果更加好 好了 还有另外 我曾经说疲雷 有时候我们的人知道 上班的时候 可能站在那里多 就是特别累的 是 那我们回到家 就可以浸脚 用一杯苹果醋 加些暖水 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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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钟 很简单的方法 好了 接着呢 就是那个胆石 OK 那 这是一种解释 一种理论呢 它说呢 我们苹果醋里面的酸 是可以 是可以 帮我们化解 我们的胆石 OK 从而慢慢溶化它 或者暖化它 所以有些人 就很流行 做那个清肝胆 是 之前 他们就会用苹果醋 嗯 有些人就这样用苹果汁 是 是 喝它一星期 那目的呢 就是希望呢 原化它 苹果里面有maryic acid 也有苹果酸 也可以 那当然呢 再简单一点 就是用苹果醋 喝它一段时间 可以将它呢 那个胆石呢 是可以溶解它的 好了 头痛 嗯 很常见的问题 是的 那有研究发现呢 很多人呢 有头痛的人呢 有些时候发现呢 它的尿液是比较微减的 嗯 OK 那就是酸减的不平衡 这样解释 是 而苹果醋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平衡你的身体的 酸减的问题 那就是有些方法 有些人呢 就是用一些噴霧剂 OK 来到噴 噴那些苹果醋 那来到 你种一种叫做 冒气 苹果醋的冒气 那加下去呢 就来到闻的 可能直接 入我们的鼻胱 直接入我们的脑的 血液循环那方面 那当然呢 还有一个就是 火烧心 那以前都说过 那我们都可以 最简单的 都是用苹果醋 喝 OK 饭前喝 好了 接着是痔瘡 哦 OK 那一种做法呢 就是直接 把苹果醋 塗在我们的环柱 是减少它的刺痛 以及帮助它收缩 收紧 因为刺痛酸是有一种收紧 收斂 是的 酸性有一个收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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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斂的 收斂的作用 OK 那 可以简单来说 就是拿棉花 来喝一下那个 痔瘡的地方 好了 接着呢就是那个 打液了 好了 出现打液的时候 这个挺有趣的 是的 不知道多不多发生 就是我有时候 多的 我小时候整天都发生过打液的 是的 那小朋友遇到这些情况呢 就叫他拿点暖水 加一茶匙的苹果醋 就是这样慢慢地 咔一下咔一下喝 OK 那就是 这个最简单 对不对 有些人用其他方法 这个其实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少少地咔一下它 好了 也有时候给蚊钉虫鸭 是 这些情况呢 有时候那些最简单就是 给蚊钉虫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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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知道呢 在历史上很多西方那些草药师 就会用那些蜜糖加苹果醋 给他们睡觉 就是入睡有问题的人用的 那很简单就是 一汤匙的苹果醋 放入一杯蜜糖那里 再用两茶匙淋饭之前喝 那就是简单来说呢 就是有苹果醋的蜜糖 是 就淋饭之前就喝一下它 那当然很简单呢 就这样 喝一茶匙的苹果醋 混入水那里 淋饭之前喝 这个最简单的了 是 是 是 好了 接着就是那个 香港人呢 在香港人间中都是 在海滩游 都会遇到那些什么呢 白渣 水墓 是 那些水墓 很毒的 有些可以毒 可以致命的 有些可以致命的 是 几分钟就令你死亡都有了 那 如果我遇到这个 当然有到没有做得好 他们就立刻用什么呢 就用那个浸 用那个醋 很多人就用白醋 那样 那原来呢 用这个白醋 或者用那个醋 是帮我们的毒 可以快点排解的 和停止的 那所以很多 很多时候呢 就是救生员的地方 救生地方 都很多时候 就会有一些醋 在那里 就是用普通白醋 未必一定是用那些 就是苹果醋 高级的苹果醋 当然 对 苹果醋 都可以做到一个效果 是的 好了 那就是神石 OK 那我知道 原来发现 我们苹果醋里面的酸 是可以减轻我们的神石 主要是 好像曾经说过 膽石一样 可以溶化它 溶化它 所以你看到的效果 真的 就是肝、肾、什么都可以 嗯 嗯 好了 那曾经抽筋 脚抽筋 已经说过了 那 驚奇了 是 有时驚奇来说 有些好时候呢 就会不舒服 也可能 驚量会很大 那 发现呢 由饮苹果醋 起初早 可以减低 驚量的流量 嗯 好了 任神的不息 任神的呕吐 很多孕妇在怀孕期间 就会出现 嘔吐 尤其是早早的 或者在早 即是早 头三个月 头三个月 这样 那一种的方法呢 可以帮助 就是这样 就这样 喝少少 早起床就喝 一茶匙就可以了 加点水 都可以了 好了 灰甲 灰甲 其实跟香港脚 都是那类的 灰甲是很难搞的 是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会出现 灰甲的问题 那有些人批来批去 有些人批到 灰甲进去 整个脚趾都没有了 脚甲都全部都烂了 那所以很多问题 那当然 你用一些药去搞它 就很麻烦了 因为这些药是很重的药 是的 你的肝都被你弄坏了 就是为了搞个脚甲 令肝都坏了 很不值得的 那简单这个方法呢 就是用 用醋 OK 那用醋 有时候用一些商氧水 或者用一些茶树油 或者橄榄油 或者橄榄油 那我们在我们节目 跟大家讲解过 有一个叫DMSO 是 DMSO 是一个很特别的溶液 是对灰甲是很好 比其他工具更好 比其他工具更好 那这个在我们健康店 都可以买得到的了 因为DMSO 不是一般买得到的工具 曾经被人打压过 因为太有效 会是 一有打压 就知道这件事是好东西 好了 那还有就是夜寒 和潮烈 亦都可以减低夜晚的寒寒的问题 尤其是根延其人的那些潮烈 那用的方法呢 很简单 就是喝的 只是这样喝 用的 好了 那接着呢 就是氧化我们的血液 可以帮我们 是怎样氧化 有时候的血液 就会浓 就是浓 凝结 所以整个是薄血薄血的方法 是吧 那当然呢 血浓的人 那个心脏 是负担很重的 那也都会从而 令到我们的血压 会升高 因为身体需要绷它 那所以用的苹果槽 也是一种可以帮助 养化我们的血液 好了 还有就是那个 流鼻血 间中很多时候 小朋友尤其是 好用流鼻血的 我以前也是常常流鼻血的 是的 所以简单来说 就用一些苹果槽 濕了棉花球 用苹果槽 直接就塞到那个流血的地方 那就很快会煮血的了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皮肤 有时候呢 香港比较少一点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叫做 Poison Ivy 和那些Poison屋 就是有些树 里面的树枝 是有些东西你接触到它 就是好像有时候 我们行山的时候 看到一些所谓的七树 那些这样 是的 是的 其实它英文叫Poison Ivy 就是遇到七树的中毒 通常呢 皮肤就出很多水泡的 会一直蔓延 都很快都会有的 那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 当然呢 即刻噴了 是不是 噴了 大家理解了 就算被蚊虫咬过也好 被水母叮傷也好 甚至浸树这些 完全都可以帮助得到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有时候又行又热又兴的 有些人就把那个苹果槽 在冰箱里那里 整冰它 才开始噴了 是的 是的 这个都很有效的 这个在这方面来说的时候 其实普遍来说 现在我们听了这么久 袁医生的介绍 那就是说呢 在那个 我们身体的五臟六腑的问题 甚至乎是皮肤的问题 其实可以用一个内服 和外用的这个苹果槽 都可以收到一定 很好的疗效 而且是一个很简单 很方便的一个方法来的 好 这一节时间我们都差不多 一会儿再回来 再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苹果槽的用途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 网址 3w.naturl healing.com.h 欢迎回来第四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苹果醋的用途 现在三节都说了很多方面的 苹果醋在临床上 处理我们身体的毛病那方面 其实还有没有疗效 你可以再和听众分享一下 我知道 营养的成分方面 抗物炎方面 苹果醋含有甲 甲有什么好处呢 我发现如果我们身体缺乏甲 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多痰 很多过分痰 眼睛有水汪汪 鼻豆 还有很多鼻豆发炎的问题 甚至乎 牙齿的 就是猪牙 或者指甲爆裂 这些都是属于甲的不足 所以也可以用苹果醋来处理它 我知道丐是对我们骨骆牙齿很有重要 硬件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那个甲 是对我们的软组织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血管方面的很重要 好了 接着就是鼻豆炎 我要舒缓鼻豆炎的胀痛 简单来说就是喝 喝咯 最直接的 喝它这样 每个小时 喝它六次八次 所以有些鼻豆性的头痛 也可以噴 有些噴霧剂 加在那里 你就一种噴下去 直接吸吸这些空气 噴霧大概五分钟 接着就休息二十分钟 躺下 两个呼吸系统自己是清理的 所以遇到鼻塞 这样记住 苹果醋的噴霧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就是很直接的方法 很多时候 我们都遇到一些感冒 或者鼻豆的肿胀的时候 真的都不知道用什么特别的方法 或者一些比较有效快速的方法 如果现在知道 简单一点就是 每个小时喝两三茶匙苹果醋 或者加上这些噴霧 就可以舒缓了 有些噴霧剂 很少加一两汤匙 噴霧剂的容器 直接噴霧 直接噴霧 有些时候 因为有些鼻敏感 长期都是鼻豆炎 好了 有些时候 香港夏天来了 很多人去曬太阳 一个不小心 去龙洲 曬了几栋 曬了几栋 曬了 可以直接 直接擦 不用搅拌 用这样擦 或者当然 可以用毛巾 浸满了苹果醋 放在烧箱的部分 放在这里 可以令它 不会脱皮 有些时候 你处理得不好 很快就脱皮 脱皮 而且会很痕 当然 如果那时候 在烧箱的地方 很大分 那怎样呢 都是这样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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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之后 轻轻地滲干 不用大量抹干 然后再调些芦荷 芦荷 这些我们的健康店都有 是 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好了 还有就是 溃烂 即是不论身体某个地方 就溃烧了 就是这样 都可以用 蘋果醋 是帮你清洗它的 因为有一种消毒的作用 OK 好了 尿道感染 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简简单单 也是酸碱的问题 每天 就是喝这个 的 苹果醋 OK 也就是处理酸碱这方面的问题 那 令到你 没有那么容易 是 尿道感染的 嗯 分量也是这样的 两三茶匙 也有些人加一些 cranberry 那个曼月梅 曼月梅 曼月梅 是帮助它 直接处理 曼月梅本身有酸酸的 酸酸的 酸酸的方法 OK 接着就是植物肿胀 在遇到这些情况 就直接塗进去 塗进幻处 早晚 同时都是喝 两康面 就是外敷和耐用 很多时候就发现 植物肿胀 在大概一个月之后 就会有缩减的了 接着就是油 油 就是用棉花 滲了一些苹果醋 把那个滲了的棉花 的苹果醋 就是 包住在那个油那里 再加入那些 那些 一般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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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布 那些膠布呢 就保住它了 等它呢 可以直接地 浸在那个油那里 那有很大机会呢 这个油呢 就会脱了 但是脱了之后呢 都继续要做 就是等些 那个根 油的根 就不要再生 那就是油的处理 好了 那当然最后呢 最重要的一堆 就是 減肥了 OK 那有位医生 Dr. Jarvis 他发明呢 他说呢 通常那些人肥 如果肯喝那个苹果醋 每一餐都要喝呢 他就会很快 就会有这个减肥的效果 OK 那 他说 还有呢 就是 你的飲食方面 你呢 不需要很大去改的 那当然呢 就要 就是 避免那些 高脂的 高脂肪的食物 但是我觉得 其实主要是糖分 和甜粉质而已 是 那你平时的饮用 那都是吃东西 那都是吃东西 那方面呢 就不要吃 就是不要吃到糖类 甜粉质类的东西 那还有不要吃得过饱 就是你觉得够 就七分饱 那就足够了 那这个呢 就是减肥的方法 我之前呢 都有跟大家在网台 讲过很多次的 OK 那也都简单点 就是 拿 拿 乳果草 一杯 现在很流行的 这个 拿一个大网 把它拿回自己 去太多 有空 喝一下 就是 喝一下 啪一下 OK 好啦 那也就是那个 这个 就是 毛统了 OK 那也是 用两汤匙的 就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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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一个 团 的 的 暖税那裡 一直在環柱上去查敷 或者冲洗陰道 这些都是一种抹菌的发作 有时未必是绿绿菌 是 哇 一连串的介绍了 真的由头顶 由头发 头皮那些问题 去到最后脚趾尾生的那些鸡眼 那些脚枕那些问题 这个苹果醋完全可以发挥到它的功效 女女外外 内服外用 都可以有很大的成效 这个真是一个很方便 一个家居的我们所说的 一个家居的健康产品 我们差不多每个家庭都必须要用这个产品 所以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自1993年开业以来 其实我们已经引进了苹果醋 草进来供应给我们的客人 一直去使用 其实苹果醋有些人喜欢喝东西 有些小朋友喜欢喝汽水 其实汽水也是酸酸甜甜的 可以用苹果醋的方法 比如你加一些有气的水 我小时候在家开派对 我就是用苹果醋 加一些有气的水 加一些蜜糖 混合了颜色 我那时候用了蜜糖 变成了颜色又有点深深地吃 好像气水糖 冰冷了一些小朋友 非常好 觉得是气水 当然也可以加一些果汁 就是这些这样 其实是三分仔很多时候 对于健康食品 他们不惯的 很多时候会抗拒的 就不要那么快放弃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自己用任何技术 将它成为一个很好喝的东西 所以喝汽水用这个代替 对于甜的东西 你未必需要加蜜糖 你可以加一些果汁也可以 对 总之有苹果醋的好的成分 苹果醋因为用不太多 只是一茶匙两茶匙 所以喝起来口感是还好的 好了 除了在我们健康方面 原来苹果醋是一个环保的工具 平时在家里洗厕所 可以洗浴室 那些清洁剂 也可以洗碗洗碟 不需要用一般的化学物剂 其实也可以把环境保护 因为太多的化学物质 最终我们洗完排水河之后 最终这些化学物质 都是流出大海洋 如果是天然的产品 都可以受到环境 阳光之下的分解 但是很多的化学物质 其实都不可以分解到 流入深海大海洋的时候 不单是深海在家里 所以为什么有外国做过研究呢 其实我们的空气的毒素 有些人说到底室外多 还是室内多 其实外国很多研究 发现室内多 因为很多这些很化学的东西 清洁剂 厨房用品 身体护肤品 很多是化学物质 所以我希望大家慢慢去代替 今次介绍的是苹果醋 可以抹洗 可以抹玻璃窗 除了苹果醋 也可以用普通白醋 还有一个就是小梳打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其实什么鬼游积 什么都可以处理到 洗衣服之类 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 再用一些很伤害环境的 这些化学的清洗液 所以有很多另外的选择 大家可以不断自己去发掘到 虽然刚才医生说了很多很多的症状 可能你在自己的临床上面 或者你自己用上自己的身体 这个方面 都可能有不同的变化出来 都可能有其他的益处用途 比如好像刚才没有说过 其实那个苹果醋 可以用来做一些梳后水都可以 是的 其实很多的 用途方面 除了洗 有些人剃了梳后 用很多化学的aftershave 其实用这些苹果醋 即是吸气了的苹果醋 一半一半水 就当作一种 剃梳后用的aftershave OK 也有一种棉膜 自然可以平衡你的酸检 所以不要说黑点 老人斑 就算那些一般可以美白的皮肤 也是用苹果醋 一份苹果醋 用两份水 就用棉花球 把它塗在那里 就来代替你过去用的 所谓的化学的tuner 每天晚上 冲洗了之后 早上早上 你未用其他护肤的润滑液之前 都用这些润滑液 就收紧它 是 你发现很多时候 那些老人斑 那些暗瘡 那些格拉 都很快可以处理得到 是 是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很多人 外面有很多野蚊 有很多驱蚊的工具 像香蚊油之类 除了那些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尤其是那些 跳湿 那些动物里面有很多湿 那你知道很难做 有些毛那么多 都掃不掉 那一种方法 就是用苹果醋 直接涂在那些动物 毛毛动物 猫狗 那方面 就是 就是 涂在那里面 那等它 就是 等它 涂在几天 就是几天 一个星期 那样 慢慢地 那些膝囊 就很快就会清洗 那这个当然要时间 就是这样噴一噴就可以了 就是涂在几天的时间 好了 那还有呢 简单呢 就是消除疲劳 用那个 涂在那些脚那里 手啊脚啊 那样 那还有就是护发素 OK 护发素 那用 简单来说呢 用一个半湯匙的 那个 蘋果醋 就是一杯滚水那里 那里 混合了之后呢 就后来那里 就当是一种护发的工具来的 那 好了 牙齿啦 牙齿有些牙齿容易有黄的 是 那可以用这个呢 用苹果醋呢 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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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摩擦在那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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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集的 差不多整个小时 过几小时 跟大家讲解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在历史上 应用到很久很久的东西 其实不单是我们健康方面 在环境保育日常生活的用品呢 嗯 其实呢 应该看到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家庭呢 都应该在家里呢 就尝备这个很简单的 苹果醋 是的 那现在来着呢 就天气都开始 开始热啦 夏天的时候 那刚才也说过了 那 那本身的苹果醋 那你可以将它呢 开了水去冲冻了去呀 小朋友的时候 可能加少少那个蜜糖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可以呢 就是尝备 作为一个呢 是消暑解渴的一个 一个饮品来的 那因为他也都 刚才说过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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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用途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与其呢 在街边呢 排身水身 去排队 买那么多那些 那些 不良健康的饮品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自备 这个这么好的 这个苹果醋的饮品 来度过这个 这个炎炎的夏天的时候 OK 好了 那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以上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 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的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